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個《芒向快報》的時間 今天是2020年的5月5號 星期二的時間 這裡有我許劉山 還有紐西蘭的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就是馬劉山的馬勒根 大家好 請大家like這段影片 留下言最重要是訂閱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和這個《蒸香煲》《晒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欣賞這影片 聽到我們的節目 還沒訂閱我們《芒向編輯部》 請你們也放手 訂閱一下 讓我們盡快超過16萬的訂閱 超過16萬就需要大家的多多支持 回來了 接下來越來越近了 就是這個星期五 禮拜五 接下來我們做節目 昨天的節目也有說 就是內會方面這個風波 那個公民袋帶起的郭榮鏗 卡住內會選政府主席 不斷說自己是根據議事規則 還有這些不同的守則 去做得很好的 選不到 都還沒選到 不關我事 是吧 但是一方面就說我也是根據這個規則的 但是另一方面就有說 他們卡住某一些 就不想給某一些議題 可以再丟上立法會給他們通過的 例如就是這個 今天林鄭月娥說的 叫做埋門一腳 就是這個叫做國歌法 另一方面就是他們說了很久 就是23條 這個就純粹是他們的益賊 23條呢 林鄭月娥說了 現在還沒在一個適當時機 所以這個他們所趨了很久的 就不成立了 變了現在就想包大這個叫做國歌法 林鄭月娥說了 希望內會 這個內會的事件搞定了 希望第一時間就可以 趕上去 就通過了立法的程序 那就OK了 促成了這班叫做泛部派 又好像一個子彈 我們接下來的星期五 死也要頂住 就因為國歌法這樣 那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我們可以講一下 其實國歌法不是這麼紅水猛獸的東西 就是他們現在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我手上現在有一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旗法國歌法國徽法公民學習獨本》 由內地的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裏面有一張是講國歌的 有一部分是講國歌的 不是一張 講國歌的部分裏面 其實就解釋了很多東西的 其實本來雖然沒有分開來的國歌法 其實一直都是要尊重國歌 本身都是必須的 你根本立不立法都是要 就是說真的都是要尊重這件事 立法好一些 立法當然會好很多 因為其實國內是立了 基本上有 這個是 讓我先說一說 這個就是 國歌和國旗 有很多人說 你唱 現在他們的泛民那些人 就說唱走音 或者唱不適合歌詞 那是不是犯法呢 那 就是這樣說 你應該學會去唱 這個唱好國歌的 每一個公民都應該 唱好國歌的 每一個公民都應該 但是 他那個規定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說 公共場合 故意散改國歌歌詞曲譜 以歪曲貶選方式奏國歌 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 才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嗯 那你說是什麼洪水馬獸呢 他們其實已經 就是他們不斷造謠 就是和他們現在做的操作 和他們又想做一條 逃犯修訂條例 翻版 就是說這條法例很惡 會搞到很多人會被人抓 嚇人 讓恐懼 就是令到一般人 那個心魔 是 他一挑起了人家的恐懼心 可能就說 不行我們一定要出來吵一頓 但是其實 對不起 你講 因為今天這個叫國歌法 給了這個新聞 好像很爆炸 成為了一個關鍵詞 很多媒體都在那裡說 又說廢了這個內會 又說怎麼樣 是不是特意聘請這個外面的法律意見 來盡快解決這個內部問題 而推這個國歌法下去 又是想幫這班叫做泛部派 他們增加他們的光環 或者他們那個叫做合法性 其實這個外聘律師 這樣說回來 解釋了整件事之後 其實他們的所謂叫做合法性 或者叫做合乎議事規則 那樣東西 都可謂叫做攻破了 已經是 變成他們 接下來星期五 都挺站不住的 所以現在 一定要爭取一些 叫做市民的支持 因為他們可能都預計到自己了 星期五 在這個立法會裡面開會 應該都有一場大龍風 不如我們說少少 接下來星期五 其實昨天 李慧琼 都見到記者 在米豆錢都說了 星期五 會召開兩個會議 處理主席的選舉 以及跟進法律的意見 即是代表什麼 早上就會繼續主席的選舉 由於他是候選人 會被這個副主席主持 下午五 就會召開這個叫做特別內會 大家聽著 留心聽著 終於可以說 程序上 或者叫做 可以說 維持 可以說 繼續正常的立法會的 一部分的運作 跟進了 梁君彥所發出的法律文件 和一些額外資料 和他們要跟進的事項 其他事項的意思是即使 其中包括會不會是國歌法呢 其實他沒有趕死的 現在其實有一部分 放風 就是妖魔化整件事 記者都有問 你這樣叫做 下午有這樣的會議 會不會叫做破壞規矩 李慧琼說 自己是任期 直到新一屆主席選出來的時候 他也是做主席 他是以這個叫做內會主席 選舉 其實一般都是十五分鐘都完成的 大家想想 誰先破壞規矩 一棍 就刺在郭榮鏗的身上 社長怎麼看 現在他們拿國歌法來炒 其實只有幾天 就炒不了什麼樣子了 炒是離譜的 其實我自己有這本 我發覺香港很少人去看這些書 當然 但是 不可以亂說 有些事情我覺得 起碼找一些專家 評一評 究竟這個法例 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國歌法本身已經是 立入了港澳基本法的附件三 那 那個基本法的規定就是全國性法律 就是列入了附件三之後 由港澳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 由於港澳地區沒有行政拘留方面的規定 法律責任類型都跟內地有所區別 那九七年回歸之後 就制定了這個國旗和國徽條例 那對本地區相關國旗國徽的行為 作出了特別規定 那九九年的時候 澳門回歸也都是制定了國旗國徽和國歌的使用與保護 對本地區相關國旗國徽國歌的行為 作出特別規定 那國旗法國徽法已經立入了港澳基本法附件三 那根據港澳基本法的規定 國歌法屬於涉及國家主權 應該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 應該是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那需要在通過之後呢 就列入兩個基本法附件三 由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者立法實施 那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間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三十次會議就通過 將國歌法列入兩個基本法附件三的決定 那國歌法列入港澳基本法附件三後呢 香港澳門特區應當按照 香港澳門基本法和國歌法的規定 及時完成這個本地立法 那就全面落實國歌法的各項規定 不好意思啊 不要緊 確保國歌法是可以在特區得到切實的執行 根本是很正常的事來的 那社長說到這個位置呢 大家聽到的邏輯上或者理據上 很自然順理成章這個立法會議 其實是沒有這個叫做反對的理由的 為什麼要阻止它不讓它通過呢 是沒有反對理由的 是沒有反對理由的 因為這條法律絕對不是洪水猛災 還有就算你斟酌的話 也可能斟酌去裡面的那個佛則啊 還是怎麼樣呢 這個你可以說是斟酌的 但是你要阻止這條法律去通過呢 即是你用一些沒有道理的 是沒有道理的 那他們現在呢 其實他們說過好幾次呢 就說內會呢 公民黨自己在facebook寫的 說他們自己在這個內會討論了這麼久 阻止不選主席呢 成功啊 令到這個法案呢 就通過不了 那他自己說的啊 其實呢 兩辦之前 講過的文章裡面 其實都講過了 就是說 他強烈譴責這個郭榮鏗 那這樣做法呢 是令到國歌法呢 那你是不是想拖著他 不讓他 他在立法會會期裡過啊 今個立法會會期裡過啊 那他們說 欲家之罪何歪無恥啊 是不是啊 無的放肆啊 喂 現在你們整班又說 那你是是還是不是啊 你是而已 你大大聲你自己 要是認了他 又說什麼抗暴之前啊 又說要怎樣頂住國歌法 現在是你們認了他 但是他又不敢認了 他認了的話呢 那就即使 喂 兩辦說得對啊 你自己說什麼 欲家之罪何歪無恥啊 你們現在整班大人出來啊 又說哎呀 你為了妨礙國歌法 今個星期已經 這些內匯那方面 搞到現在這樣啊 那再說回 朱凱迪呢 又撲出來啊 這個 啊 這些 就是無寶不樂啊 那為什麼他又撲出來呢 是吧 他就在那裡說啊 哇 在那裡 我自己看完他這篇 就覺得 咦你不是要逼公民黨呢 星期五的下午呢 不可以退啊 要繼續捏下去啊 每天一次呢 你覺得好像 都將這個公民黨呢 推向這個叫不生路啊 又去啊 繼續說了 認為呢 李慧琼 如果繼續主持這個會議 將會成為一個非法會議啊 是吧 神經病啊 他們現在搞到這麼久 都是非法啦 說真的 我認為啊 不過 你怎麼說呢 他是非法 但是你撿不到他手照 為什麼呢 有些法律呢 就叫憲法形式的法律 就好像基本法這些 就是 就是 他第一條已經說了 就是一國兩制啊 怎樣怎樣怎樣的那些 其實國人坑犯了那些法律的啦 不過你 你連他前言也犯了已經 是啊 因為他沒有罰側的嘛 這些法律 所以罰不了他而已 不是他沒有犯法 而是他有犯法 但是你罰不了他 問題在這裡 要進入一個很長的叫做 例如好像之前DQ那樣 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究竟是否違反了 因為他要效忠基本法的嘛 其實他宣誓的時候 那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究竟是否就是違反了基本法呢 那我剛才所說的 那個叫做前言 那一段其實 郭榮鏗已經違反了 那我這裡不加以展示 究竟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當上網看 那個基本法的PDF版本 是不是 那朱凱迪 我們先說一下朱凱迪說什麼 他說 李慧琼到時候這個會議是非法會議 喂 如果現在要搞一個非法會議的 那你就向立法會的秘書處投訴 為什麽星期五會有一個非法會議 他們星期五下午的這個會議 是得到這個 因為它會有立法會的秘書 會幫忙安排的 立法會秘書處幫忙安排一個非法會議 那些挺好笑的 沒有可能的 他們亂說的 就是 他們亂說的 其實他們現在最想做的就是要炒熱這個國歌法的問題 但是呢 其實國歌法的罰則呢 就是講真我告訴大家 如果 如果 散改國歌歌詞曲譜 以歪曲貶選形式 去奏國歌 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呢 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 或者15天以下 他們說拘留 是少過鄭文傑的 哈哈哈哈哈哈 知不知道 就是這樣構成犯罪呢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這個 其實就是這樣說 因為內地呢 它有一件事呢 違規和犯罪是有兩個層面的 那它 就是行政拘留呢 就 未算是犯罪的 那你犯罪就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那 有沒有人會主動去做呢 那有什麼情況下會變成這個 就是 就是 就是真的違反了這個 侮辱國歌的行為 有很多情況下是豁免了的 其實 就是我認為 就是你在網絡發佈都不豁免的 要先說明 那 但是 你說那個罰則是不是很 很嚴厲呢 暫時 你看到就是 不是咯 那 15天 以下的行政拘留 那 我想問一下 那 就是 怎麼說呢 其實那些人說 到有很危險 在香港會變成怎樣 那 那香港就是一些法官判 就是那個 那個用 那個量刑就是法官判 就是社會服務令 或者 坐兩個星期牢 那些 最多是這樣 那你們 那些人 做的事情 都不止坐兩個星期 那 喂 扔個汽油彈 十年你都照樣扔 是叫人扔 是啊 是啊 這個法官叫人扔 不是他們自己扔 記住 這個真的越來越多 那你真的這麼關心 那些暖唱國歌的人 的權益嗎 這樣 傻啊 其實根本上 這個根本就不是議題 他硬拿來講 只是在那裡講而已 如果你這麼膽 你不要宣誓 是不是 你國歌法 你覺得這麼恐怖 不要宣誓 你要效忠基本法 你說到基本法 又好像這麼多 這麼恐怖的地方 我們再看看這個 朱凱迪怎麼講 他上了這個電台 就是了 用這個電台 夾爆這個公民黨 如果公民黨 跟著朱凱迪 他今天 不是今天 在這個電台裡面 這樣講的情況的話 喂 到時DQ那個 是公民黨他們 大家聽聽他怎麼講 范步派 他當然說自己叫民主派 就是了 范步派在這個內會 是代表民意 以制度的容許的方法 阻止侵犯人權的法例通過 包括國歌法 23條等等 又是說什麼23條 直接拍都沒有啊 整件事都被丟掉 沒有啊 根本沒有東西的 有人說而已 譚耀宗說什麼 譚耀宗說這屆沒得搞的了 下年吧 下年做吧 那你說什麼 那些范步友 你都沒有了 都說了做不到 這一屆就是講過國歌法 那國歌法就做了 其實應該應當做的事 那有些人就說 那你不可以唱 很多場合 本來可以唱都不能唱的 這樣 那其實在國歌法裡面 有應當奏唱 和不得奏唱 中間是有 可以奏唱 是有很多空間的 嗯 是的 那你表達愛國感情是可以的 啊 不過當然不要走音走得太厲害了 其實你走得太厲害都是肉酸的 這件事情我就覺得 如果你全心 如果全心想侮辱啊 那大家聽得出的 是啊 就是行政拘留15天 如果你真的 反正那些傢伙都不怕的 是不是 其實說真的 那些什麼 鄭文傑那些 喂 其實上去北上去叫雞 都知道有行政拘留20天的了 他都願意去搏啊 他們願意去搏的 不是啊 但是 鄭文傑搏那種 有他的快樂 那他一唱歌 都可以的 你說他侮辱國歌 也有他的快感 那兩者就有他的快感 是吧 是吧 就是 就是 有什麼阻嚇作用呢 其實說真的 你現在講到這條法例這麼恐怖 嫖妓都更恐怖了 行政拘留20天 大哥 然後你還說這個法例是惡法 我心想搞錯 這個只是15天而已 他們都是請一請 一個代價的問題 不要緊啦 他們覺得 這樣玩國歌很開心的 然後付出十幾天的 這個是自己的選擇 那朱海迪又再講什麼呢 如果大家想一下 朱海迪這樣講 這個叫做非 這個是非法的集會 非法的會議 所以 星期五的話 下午一定 誰不參與這些大龍鳳的話 就是鬼 是吧 以他們的邏輯 整班 下午 一定要上戰車的 做多做少的那些 到時才知道 如果不動手的話 就會在他們眼中就是鬼 或者叫做不斷堅 還是怎樣 所以為什麼呢 公民黨呢 他們變成不能退 因為他們是 揮手 揮手 這一次的 所以他們一定的力度 要是眾人之手 因為郭榮鏗主持這個會議 可能到時候 我們推測 很多人 互送郭榮鏗 走進去 將李慧琼 要趕下台 可能會是這樣的 那再說回來 他批評 這個建制派 是正是接納 一些 合聽的外奸法律意見 關於法律意見 我們等一下還有另一節 他有透露 自己爆了出來 不過我覺得這個就是煙幕 民主派暫時就沒有商討 應該要怎樣處理 其實商討了 我們等一下有另一節 也會說一下 周浩鼎呢 也有份做電台節目 都說 郭榮鏗拖延會議 是毫無道理 顯示他的愚昧和低水平 是不是低水平 他都 又不可以說他太低水平 其實 所以 為什麼令人覺得他這麼心痛惡絕呢 就是 有水平的圓會 還有這個灑無賴 都令人相當之討厭的 就是讀法律 行惡 這些特別令人覺得可惡 那再說回來 楊岳橋也都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裡面 表示了 梁君彥呢 並非來會的成員 批評他 挪用公帑呢 就向外呢 就尋求法律意見 你們不搞搞鎮啊 不擋住內會啊 那就不用了 你們自己 用錢用得不多嗎 法律意見 是不是 那我們最後再補充回 又指了 內會呢 是沿用立法會的法律顧問 提供意見的 已經超過了這個七個月了 質疑為什麼此時此刻呢 才尋找這個外奸意見 至今呢 這個建制派呢 都未能夠解釋到這個原因 他形容這些叫輸打贏要 喂 這些好像你們才是輸打贏要 是吧 如果你覺得你這麼有理據 你用理據去告訴別人 這不是覺得很好笑呢 我們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兩位還有什麼補充啊 社長呢 怎麼看啊 星期五都 沒有啦 星期五都 就是他想用國歌法 炒起這個議題 但是國歌法 我覺得本身那個罰則實在太輕了 根本 就是你來到香港的時候 就是變了 就是 我覺得啦 最多就是坐兩個星期監獄 那個挺爺 根本就 就是你說是不是有阻嚇作用呢 我覺得完全沒有阻嚇作用 你就算他立了法也好 這幫傢伙如果他要我 他照樣會做 一定會的 榮光給裡面的柳記打 這個就是他們盛傳 這個是一件事啦 他們唱什麼歌呢 我想 留在洗澡的時候才唱 我們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